我竟然又收到诡异的蛋糕 大家快看 这应该是一个幽灵的样子吧 怎么会是这样子的呀 这也太奇怪了吧 不过话说回来 这到底是谁送的 我小心地拿出了 这个诡异的蛋糕 不知道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 只是感觉非常的蹊跷 女朋友小美第一个说 要尝试下这个蛋糕 她胆子平时就很大 可这万一有危险怎么办 最终在她的坚持下 我还是同意了她的要求 小美刚吃了一口 就觉得味道很好 我们时刻注意着她的反应 然而诡异的是那个幽灵蛋糕 竟然有一只眼睛变成了蓝色 还没等我们弄明白怎么回事 自来水管镜自己打开了 这顿时把我吓了一大跳 怀疑和这个幽灵蛋糕有关 我赶紧关上了水龙筒 接下来更加诡异的是 冰箱门镜突然被打开了 天花板上的灯也突然摇晃了起来 而且还一闪一闪的 我的天啊 这真的是幽灵在作怪吗 草莓伙伴大山甚至害怕地哭了起来 我拿出了寻找幽灵的工具 和草莓伙伴们一起操作了起来 并且尝试着与幽灵沟通 然而事实上却很难 我们并不清楚幽灵要表达的意思 就这样过了一会 可怕的事情再次发生了 桌子上一个碗突然飞了下来 然后摔了个稀碎 然后助力车也倒了下去 幽灵这是要做什么呀 而紧接着电视机突然被打开 还放出了小美睡觉的监控画面 可当我们看向小美时 她竟然睡在了沙发上 我上前叫了几声 结果等她醒来的时候 我们发现她的眼睛变得很可怕 还像是疯了似的向我们冲来 我和草莓伙伴完全被这一幕吓到了 这个幽灵蛋糕真的太诡异了 难道幽灵已经依附到小美身上了吗 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 小美突然爬到楼上去了 我们也跟着跑了上去 可却找不到小美在哪里 真是奇怪呀